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天早上起来以后 我就发现二号宿舍的同学不见了 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后来为其他同学 他们说他们去前面花园里面 去抓蜗牛了 但是我心想就觉得挺生气的 他们应该是打扫卫生的时间 怎么就跑去抓蜗牛了 但是我转眼一想就觉得 这个刚好是学生的一个兴趣点 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来 让他们学习一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是肯定非常有趣的 他们都是一个宿舍的 所以我就决定就用 把这个宿舍就作为一个 组成一个小团队 然后他们之间的互相协调 会不会比较好些 所以他们一共有12个学生 最后是费了四桌 门组是三个学生 三个 才三个 才三个 我还以为什么 抓个人 我牛客了一条 你最喜欢哪一锅啊 哪一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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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进锅茶 是一锅 哪一锅 你会像开诗篇弄说了 又 咱们的起司贴过 怎么着 就踏着奶奶外 这个菜是比如说学完了 老师 越走越来越吃我了 老师 越走越来越大我牛的 我吃了 大牛 大我牛 好辛苦 老师这出教育儿都不一样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 学生能对这个蜗牛有一些了解 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平时见的很多 但是真的是你对他的身体啊 还有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啊 其实你真的还是不太了解 就当时我自己都感觉到 其实发现以后我自己都有点震惊 就是包括他的排气孔啊 他的肛霉啊 他的嘴是怎样吃东西的 其实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其实我是和学生在一起学习这个过程 这就是蜗牛的轮 然后你看下面这 全是肥变 那我留课的时候喜欢那一部分 那还是就是写 就是自己一条条自己 边看着 看着能把那些条弄通设 然后抄到纸上 挺有意思的 第一步观察完了以后 他不是就是观察了一些点子吗 然后我就让学生要把这整理成一篇文章 当时呢其实学生感觉这个写这个东西就是要写很多字吧 他们就觉得有点不喜欢 在这个环节其实我的设计的目的呢是让学生能够把这些句子按照一个顺序能够把这些句子排列起来 这个就就达到我的目标了 所以这个环节通过查视频不是在进一步整理资料的时候我就用了这个纸条的方法 不是抄句子了 而是把这些我把这些句子先用电脑写出来 然后把这些句子你按照一定的顺序把它排列起来 我觉得在这个活动中他们感觉就没有前面那种厌倦 比较开心 然后呢就是 其实我就是把这个纸条又打一成 又打在一张纸上 然后做进一步的整理 我做这个活动的目的呢就是让他们学会怎么样把一个几个单独的句子来组织成一个连贯的句群 然后呢把这些组织成的句群呢又连在一起 它就变成了一张尾章 一片尾章就像这样 说是一片尾章 腓士 腓士 特别 好 我拿颜注 来了 DA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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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